這個是石化光線 大家好 現在這個是刺眼的清晨光影 你看到這個燈水是太刺眼了 雖然這樣看很好看 可是這樣看我的天太刺眼了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按yes see 選下顯示設定的光影 然後我是使用這個光影的材質包 光影包管它什麼包 總之我們選擇光影設定 然後可以看到color這邊 lightcolor 沒錯 既然不是color的話 那我們就來調lightcolor 這是光的顏色 看到這個嗎 這是光的強度 我們把它拉小一點 3 0.03 看瞬間就變弱了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不刺眼光影 如果覺得不夠亮 我們可以再調整一下 所以這個只要是調整體亮度 所以這個只要是調整體亮度 如果把它調到很高 那後面就會變很亮 看到沒有 天色變亮好多 然後 哇好亮喔 這根本就是大白天了 大清晨的亮度 然後 好刺眼 因為實在太刺眼了 所以我們再把它調整一下 這 把這個 調低一點 就不會那麼亮 然後 這個 光線強度 調低一點 就不會刺眼了 甚至調最低 調最低 會怎麼樣子呢 調最低 大概 連太陽都不見了 只剩下一個光暈 太陽都不見了 這個就完全不刺眼了 你看連 連那個體積光都不消失了 呦呦 對 完全不刺眼 我上去看看 另外那邊的月亮是不是也不刺眼了呢 月亮 喔 月亮還在 不過也是毫不刺眼的 月亮變成這樣子 太陽變成這樣子 嗯 不過這樣子 果然還是難看了點吧 所以還是給它留一點點 Color Light color 調個3 好 看到太陽了 那這個是 顏色嘛 像你喜歡紅色多一點 你可以調這樣子 那畫面就會變一片紅 紅色光影 唉唷 看起來是不是 有一種末日風格 紅色的太陽 然後也不刺眼了 最主要就是不刺眼 因為我在看一些影片上有講到說 光影太刺眼了 只要鏡頭一轉到太陽 就覺得 好刺眼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 稍微 稍微研究一下之後發現 只要調整 Color 的Light color 這個 把它調低一點 就不刺眼了 就不刺眼 就不刺眼 但是滿滿的 這時候就會很刺眼 看 像這麼刺眼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 不刺眼光影介紹 好